朋友们大家好 像我做这个视频类节目 其实挺无聊的 因为政治它都是一些挺严肃的话题 要么是人权 要么是国家外交 要么是贸易 要么就是这个那个 都是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 它不像娱乐八卦 娱乐八卦你可以以一种轻松的 调侃的角度 怎么说都没事 政治类的新闻 要是偶尔能出一个让我乐呵的 那还真的是难能可贵 今天终于碰到了一个 可以让我开心的新闻 就是一个笑话类似新闻 这个事情一出来 我看了就是不停的乐呵 就想笑 什么笑呢 最近不是美国制裁中国吗 老公那些官员 对于那些破坏香港自由的 还有针对于新疆维吾尔 那些作恶的官员 美国不是制裁这些人吗 中国他也来了一个制裁 他制裁四名美国人 我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乐呵了 有意思 这是一个对等反制 别看你能制我 我也能制你 然后我一看我就乐了 你怎么制人家 关于调侃的观点 我待会再说 咱们就先严肃一点 毕竟是时评类节目 咱们看看老公制裁的是哪几个人 中方宣布 从即日起对美国联邦参议员 泰德克鲁兹马克卢比奥 山姆布朗巴克 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这四个 以及美国国会形成部门 中国委员会实施相应制裁 这是四个 而这制裁的四个人 我去维基搜了一下 还都有 咱们简单捋一捋吧 这个泰德克鲁兹 我看看也没什么呀 怎么就制裁了 有什么黑料 这里有一个什么 2017年在德州休斯顿 会见过境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可能因为这个事 见蔡英文都不能见了 下一个 马克尔卢比奥 马克尔卢比奥 他是现任美国参议员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 中国问题委员会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你看到没有 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 只要一加上中国 或者加上台湾 马上就要被制裁了 这是马克尔卢比奥 还有一个 萨姆布朗巴克 萨姆布朗巴克在维基百科上 也看不到什么 针对于中国的黑料 可能其他的有 但是先不找了 这位一个克里斯史密斯 他长期以来 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现状 予以严厉的批评 在史密斯的教育下 委员会要求谷歌 雅虎 微软 斯科参加听证会 就中国政府进行网络数据合作 进行听讯 这个网络数据啊 这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啊 他被禁的也是情理之中了 咱们来做一个后期总结吧 他这被中方制裁的一个机构和四个人啊 近年来频繁炒作啊 反华议题啊 污蔑攻击我国疆域涉港政策 可谓是劣迹斑斑啊 什么涉江涉港啊 凡是新疆的问题 凡是香港的问题 人家只要是说点真话人话了 你这就是干涉他国内政了 国会行政部门的中国委员会啊 刚才五级百科里面已经找到了这个 他说该机构以监察中国法治和发展人权之名啊 实行抹黑造谣之实 堪称美国会炮制专门的反华委员会啊 只要是不符合党的声音的 那全部都是反华 谁都逃不掉 去年今年不是有什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吗 还有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像这些法案也推出啊 那都成了反华的法案了啊 凡是对这些法案有着促进跟推进作用的人啊 那都是制裁的名单 外交部驻港公署方言人表示 克鲁兹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睁眼说瞎话 昧着良心搞破坏 对此我们表示极度的愤慨予以强烈的谴责 其实啊 谁是真正眼睛说瞎话 大家心里都血量血量的 我也就不多费口识了 刚才说到的布朗巴克 他主要是对于新疆穆斯林这一块 他是希望能够改善新疆人的这种啊 人权状况 不管是华春莹还是赵立坚都说啊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 美方没有权力 没有资格横加干涉 那你换个角度说 外交部总是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啊 自由的国家是不是 那你要是把这种新疆的事务交给江人自决 你敢不敢 在新疆实行民主选举 这又得异想天开了啊 至于为什么制裁这四个人 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啊 咱们现在进入一个轻松的环节啊 咱们这个时政节目呀 不要搞得太严肃了啊 你看美国他们制裁那些别的国家的官员 他们都怎么制裁啊 有的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有的那是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有的那是禁止他们的子女来这边上学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制裁 只要是美国这种行政能力 能够触及到的地方 他都给你禁止了 这是这是美国他惯用的一种制裁方式 那咱们就反过来想想 这次你中国你制裁了四名美国人 你怎么去制裁他们 那咱们也可以脑洞开一开 就想一想你怎么去制裁他 你比方说制裁他们 不要加入中国的国籍啊 实话实说中国的国籍还真很难获得啊 中国他不承认双重国籍 你要想加入中国的国籍 那是非常困难的 他并不是说啊 在美国你待五年你就能入籍 没那么简单的 还有政治审查背景审查 还有考核 加入了中国国籍多刺激啊 虽然说中国的国籍 他不能够让你去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战狼都可以把你接回来 所以说中国的国籍不是随便加的 我制裁这几个外国人 你们就别想加入中国的国籍了 你不要以为你们美国有美国梦 我们中国也有中国梦啊 我们这个中国梦你是别想做了 你还可以制裁什么呀 不要让他们使用人民币啊 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人民币用的很少啊 所以说在中国才能有人民币 那也就是说 我就禁止你进入中国了 我们中国大好和善 你们就不用来去看了 中国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坦白讲确实有很多好看的地方 像这几名美国人以后再想出去旅游 只能去欧洲了 只能去其他的地方了 中国是去不了了 还有一个就是冻结这几个人的人民币资产 如果有的话 如果这几个人在中国有房子 如果这几个人在中国有财产 都给它冻结了 那咱们可以继续想 中国不是有很多官员子女在美国上学吗 如果美国制裁中国的官员 那这些上学的子女那就危险 那你反过来想 中国你制裁这几个美国人 你也可以禁止他们的子女来中国留学 中国的什么清华大学 北大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学校 都不让他们来上学 别了斯素雷登 斯素雷登都滚蛋了 像中国的大学 中国说了算 招收哪国的学生也是我们说的算 我们就喜欢招收非洲的学生 不喜欢招收美国的学生 特别是被中国制裁的那些美国官员 他们的子女想都别想 那这几个人的子女 就只能够去上其他的学校了 什么福散福了 长青藤了 早稻田了 牛津了 只能去上这些学校了 清华北大那是无缘相见了 你想想多亏 中国政府对待留学生是一个什么心态 那是宁欲友邦 不予加奴 那些外国留学生在中国 那真的是吃香的喝辣的 每个月补贴 一万人民币八千人民币的 有补贴 还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面 还给安排学办 解决生理上 而不解决生活上的需要 现在这只能够留给非洲的那些兄弟了 要是觉得以上制裁还不够 还可以用哪些制裁措施呢 不要让他们去用华为手机 以后在都要出口手机的时候 都要跟经销商说好 这几个人是黑名单 不能够卖给他们华为手机 我觉得这制裁还不够彻底 还能怎么制裁呢 对 可以禁止他们去淘宝购物 因为淘宝的东西很便宜 对 还有比淘宝更便宜的拼多多 都不允许 不允许他们在淘宝上购物 不允许他们在拼多多上面购物 就让他们去亚马逊去义区 去买那些贵的东西 便宜货就不让他们买了 随手这一想 这是12345678 78个制裁了 还要怎么制裁 觉得这制裁还不够 大家觉得还要怎么去制裁才过瘾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在留言区 美帝国主义往往之心不死 那些对着中国人权状况 说谈道复的人 一定要制裁他们 就是打自己的老婆孩子 别人不能管 谁要是管了 我就要制裁你 我打老婆孩子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能管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要管我就制裁你 我不允许你来我家吃饭 我还不允许你跟我家人说话 怎么怎么样 好了不扯了 越扯越感觉不着边际了 这么一个笑话 太扯了 制裁人美国的官员 人美国人稀罕 随便你制裁 我一看就感觉很乐呵 因为本来生活很无趣 很无聊 特别是做这种视频内的节目 也很无趣 难得出这么一个笑话 外交部啊华春莹啊 这个消息一放出来真的是 我还挺爱看外交部的节目的啊 每当那些政治类的新闻啊 看着比较疲劳的时候 你打开外交部的网站 或者说有人在推特上 还是有人在什么其他的地方 发了一些外交部的一些视频短片 马上这个疲劳感就一扫而光 马上就觉得生活还是有点乐趣的 你只要你关注这些外腰部 你只要关注这些中国官方啊 他们说了一些话 像胡叼盘啊 胡锡进啊啊 说这些话 还有那些反制的 像司马南的空庆灯啊 这些人说的话哭笑不得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 今天呢也就是扯的 闲扯扯那么一会儿啊 喜欢我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三连订阅转发关注 有的朋友还想给我打赏 你要是想给我打赏的话 你就加入会员吧 那咱们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